以前这只凶鸡过于发达的大熊猫 就是三太子萌兰的好兄弟庆小 也是斧头山三巨头中的团传 没想到从小一副委屈脸的庆小 长大后却成为了浑身剑子肉的萌兰 熊群外三里都能看到他的凶鸡 对此有网友蜡萍庆小每天锻炼 就是为了助萌兰大哥越狱 当初萌兰在房间里悠闲地踢着牙 突然闯进来俩黑衣男子二话不说撂倒他 随后像台珠似的把萌萌给抬出去 这一幕刚好被隔壁思汤圆亲眼目睹 而从那以后他就再也没有见过三哥了 因为害怕下一个被绑架就是自己 思汤圆开始整天装风卖傻 不仅模仿两脚兽战力晒被子 还靠斯代产母猫企图骗喷喷难 而庆小从思汤圆这得知老大被绑架后 又打听到萌兰现居北洞天天挖坑越狱 为了助大哥一臂之力庆小每天坚持锻炼 愣是练出满身剑子肉以及发达的胸肌 众所周知庆大庆小和萌兰一块长大 萌兰刚会走路就试图偷饲养员钥匙 因此他对越狱的渴望两雄再清楚不过了 这天小萌兰意外发现一个通风管道 庆小便自告奋勇用身体给萌兰当脚垫 还趴到墙边帮萌兰观察饲养员的动向 一整个就是对大哥忠心耿耿的小弟 并且当精力充沛的萌兰玩泪的时候 庆小会化身按摩技师为他疏通精 小小年纪按摩技术和经验就遥遥领先 干完坏事后还知道快速逃离作案现场 萌兰扭着小屁屁沿着沟底飞快奔跑 内心OS气喜熊了可别被我带到 并且萌兰和庆小也会争风吃醋 都知道美奶妈很喜欢长相可爱的萌兰 就连萌兰越狱都是他手把手教的 但这天美奶妈抱着庆小轻轻时 刚好被醋痰子萌兰看到 他立马上前拽住奶妈痛斥对方花心 还顺便把美奶妈的袖子咬成了布鸟 庆小看到这一幕忍不住五眼偷笑 三哥好兄哦不像熊家这么可爱 不过玩闹归玩闹兄弟情意还是很深的 当萌兰换上骨髓炎整天没精打采时 好兄弟庆大庆小一直陪在萌兰身边 想到妈妈教的哪里不舒服就舔哪里 庆小开始不停舔试着萌兰的下巴 即使自己已经困得争不开眼 但依然没有停顿动作也是小型 最终经过专业治疗萌兰康复了 虽然他们很久都没有再见过面 但相信小家伙心中永远有彼此的存在 这份感情将温暖未来整个熊生 奶妈和小熊的双向奔赴到底多有爱 眼前这只扑向奶妈的小熊正是虫洞的鱼可 她还有个龙凤胎妹妹叫鱼爱 鱼爱喜欢爬树经常待在上面玩 而身为哥哥的鱼可却是个妈抱小熊 只要看到奶妈的身影 就会跟在对方后面缠着要抱抱 有时奶妈会推开鱼可不让他抱 黏人小熊就在一旁不停地撒娇 奶妈给他洗澡将温鱼可也要抱抱 最后整只熊妃要挂在对方身上才敢洗澡 如此软萌可爱的挂件是谁羡慕了我不说 网友看到这一幕纷纷表示 不建议这样抱小熊 容易让抱不到的猫粉的红眼病 奶妈表示我也不想抱抱 可是她会伸手搂脖的 谁又会拒绝这样的可爱小熊呢 当鱼可站在木架上时非要奶妈抱抱 奶妈嘴上说着不要过爱 但当小家伙扑向自己的那一刻 还是毫不犹豫上前把她抱在了怀 奶妈和小熊双向奔赴的一幕实在有爱 不过从奶妈争鸣的表情开看 鱼可真是对自己体重一无所知 感觉奶妈已经快承受不住这沉重的爱 不仅如此鱼可鱼爱还有疼爱他们的外公 也是当时照顾星辰猪的外公 为了增加两小只的运动量 外公经常陪着鱼可鱼爱上体育 还会跟他们玩捉迷藏 鱼爱看不到外公一脸猛的样子 不知萌化了多少猫粉的少女心 到了家餐时间外公来给鱼可鱼爱投喂小鱼 两只小可爱就乖乖坐在树底下吃着 外公一脸宠一项急了照顾星辰兄弟俩的场景 这天外公来接鱼可鱼爱下班 好动的鱼爱跟在外公后面屁颠屁颠跑 最后跑累了就直接躺在了草坪上 而年人雄鱼可看外公站在木架旁边 非要对方抱抱才肯回家 外公把他放在木架上鱼可就耍赖的扑向对方 可见外公平时对小家伙有多重 才如如此信任义无反顾的扑向对方 一番拉扯后鱼可咬住外公的手一松毛 自己的大孙子也只有宠子的粉 最后外公只能抱着小家伙回家 鱼可则心满意足地露出来得逞的笑容 有时候鱼爱也会偷懒不愿意上班 外公只好把小家伙抱到外场 就是说不要太宠不然就会想谈爷爷一样 不顾老妖把二百斤的大胖孙女抱回家 熊猫界到底有多少闲眼包 以前的弟弟偷别人的竹子给姐姐吃 现在的弟弟偷姐姐的竹子然后滚走 花花半夜都得从床上坐起来置疑 不是成和叶他是有病吧 虽然大熊猫掰竹子的方式千奇百怪 但像萌二这种呲牙咧嘴 整个脸部都在使劲的还是头一次见 难不成这样掰出来的竹子比较猛烈 还是萌二这小子单纯想展示男熊气感 而要说吃竹子现眼的大熊猫 肯定少不了福宝 福猪猪最爱吃的就是竹子自助餐 这天他直接掰断了四米高的冲天巨竹所 江爷爷看到这一幕被震惊到差点叫警察 而被抓包后的福宝跟梅士兄一样 表面上看似平静地吃着竹子 不过内心早已慌得一批 任凭爷爷怎么喊多不敢跟他对视 最后江爷爷也只好忍痛砍下竹笋给大孙女士 并且一边吐槽一边贴心提醒他吃软的不如 谁让福猪猪是爷爷放在掌心里的小公主呢 而这也不是福宝第一次吃竹子自助餐 从前他就猫猫碎碎走到爷爷种的观赏竹前 挑到一根和自己口味的就开始大快捅 任凭江爷爷在一旁如何撕心裂肺的制止 竹竹竹都充耳不闻吃累了还直接躺在地上 不用猜他肯定是跟便宜老爹乐宝学的 刚到韩国的乐宝拒谨且有礼貌 从前打黑工吃不饱的他看到一大堆竹子 手足无措心想爷爷这是给我吃的吗 然而很快他聪明的小脑袋挂 就意识到自己不是来打工的 只见乐宝霸气地往木架上一趟 挑挑剪剪手中的竹子 心想这是给爷爷我吃的吗 而乐宝吃起竹子自助餐来更是有一套 惊心放在木架上的竹子他看都不看一眼 非要走到江爷爷种的观赏竹前掰断一根 然后再辛辛苦苦打包到木架去吃 相较之下二狗就与众都同了 只因吃竹子塞牙就被网友笑到现在 其因是二狗在那场专心致志的干饭 这架势不愧是范嫂光公司的大小姐 谁料咔咔一顿灶后竹子直接塞牙缝了 二狗努力地呲牙咧嘴想把竹子踢出来 结果这滑稽的一幕直接被网友做成抖情包 后来还是二狗上手去掏财把竹子弄出来 转头又立马开心地继续大口啃 只能说大熊猫不愧是国宝显眼包都如此好笑 当大熊猫鸭鸭加入西志门家族群聊后 北洞便立马更新了全家福大合照 目前北洞共有11只熊猫献展出的有9只 到底谁才是各位网友的欣赏熊呢 首先就是刚回到家的西志门长公主鸭鸭 被竹子海包围的她露出了幸福的笑容 现在的她不仅眼里有了光还笑成了抖情包 相信以后在奶爸奶妈的照顾下 鸭鸭一定会在北洞安详晚年 其中最年长的就是大熊猫鼓鼓鼓大爷 是至今为止伤人次数最多的大熊猫 但这四起事件的过错方都不是鼓鼓 而是游客违规进入了大熊猫的地盘 鼓大爷这么做不过是维持动物园的秩序 他还因此被称为北洞保安队队长 现如今24岁的鼓大爷享受着晚年生活 其次是北洞影后萌萌 当初他仅凭一张 和老奶奶深情对视的照片彻底火出圈 还因此或封北洞之玉系主任 不仅如此萌萌还是出了名的爱干净 所以北洞给他的胡萝卜都是削了皮的 吃的小苹果也是洗得干干净净的 难怪当初奶爸把镖在地上的窝窝头捡起来给他后 萌萌被气得扭头就走了 然后就是萌萌的宝贝儿子和女儿 大儿子萌大圆圆的脸蛋和老妈喊笑 他还是一只被游客投诉的大熊猫 起因是萌大对着游客在玻璃上倒立尿尿 但如此霸气的动作对他来说不过是常规操作 想当初萌大就是这么把萌萌标记在自己领地的 萌二是萌大的双胞胎地 还是萌妹飞云的飞闻男友 话说这门亲事不是没可能 毕竟萌二的男友力可是爆炮 这点从他掰竹子的方式上就可见一般 呲牙咧嘴脸顾的肌肉全都在用力 三儿子西之门三太子萌萌 现如今萌萌无人不知无人不想 拆家饭二养小鸟越越翻墙挖地道 顶着三十多度的高温坚持硬核整活 虽然是萌萌家最小的人 但事业心重的他立志要把北冬盖上市 而住在萌兰隔壁的就是他的两个妹妹萌玉和萌宝 姐妹俩前不久刚刚过完生日 身为宠媚狂魔的萌兰经常找妹妹们两天 还会跟他们分享自己的玩具 此外西之门四少则是福星胖大海 也住在三太子萌兰的隔壁 兄弟俩感情相当好无话不谈 经常同吃一根竹子没事还会拔合完 胖大海还有一个好朋友叫胖大鱼 是一个陪伴了他五年的玩偶 如今胖大海还痴迷于编鸡龙事业 然后是小白天外形甜美萌萌可爱 也是西之门三太子萌兰的绯闻女友 作为北冬的新晋花旦 小白天会经常跑到玻璃前跟游客贴贴 并且还十分懂得女明星的形象观 当正在大块朵一吃苹果的她 看到有镜头后立马会换成小口小口吃 谈及小白天的身手那可是格外矫健 不仅会萌兰招牌动作倒挂冰钩 没事还经常叼着一摞竹子爬高去吃 而除了刚刚回家的鸭鸭 不被斩出的还有大熊猫花点点 由于花点点是个可爱的胆小鬼 严重的射恐导致不变斩粗 不过奶爸奶妈同样把她照顾得很好 每年点点过生日 木叔都和工作人员一起给她装饰场地 以上就是北冬大熊猫家族的全部成员 希望每一只今后都能生活得快乐健康